大家好,跟着石老师来学画 这一次呢,简单一点,画船啊 前面我画的这个船呢,存在电脑里面 存到右盘,转到另外一个电脑不见了 后来又重新再画,这在打印纸上,夹子 就是叫速写夹,出外写生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钢笔可以直接画,画一个小船 就当做平时练习 因为我做这些视频的时候,是难的和容易的都相互结合的 如果船部画很难的,大家就没得兴趣 我们画简单一点的,一个船 但是呢,六维要注意一点 就是你长期画的过程中,用笔啊 六维要注意一点,透视关系 还有它这个讲的方位,讲靠在哪里 船的结构,像这种船是最常见的南方水乡的一种木船 木船,打鱼的,鱼船,小船啊 一般只能容纳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坐 人数不能太多 那么这样的画船之后嘛 我们也是一个水的 这船桨和相互支撑了一个三角形的啊 主要是这几集呢,来表现水面的 水面的倒影 我们船呢,船体跟水结合的地方是 倒影更多,然后有水面的波纹嘛 倒影呢,就会荡漾开 就会排比松一点,一开始紧一点 再松一点,有紧到松 但是,我们这个水的倒影 水面倒影一看就在水面上 软质的船,翻船 我们看一下子 软质的船也是这样的 我们俩用笔再画小一点的 也是小一点 就水面 软质的船,这个翻 船翻比较大的 所以这个,就加强练习 你自己平时爱好的时候 没事的时候 可以手经常勾一勾 长期练习 长期积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